日记简直就是一记难求 网路疯传明天开始 可以用健保卡实名制来购买 而药局的询问电话也都被打爆 但后来澄清这根本就是假消息 而药师也怨声连连 另外有超市引进了快2万组的快筛机贩售 记者到门市实测 一个小时就卖完了 药师请问现在还买到快筛试剂吗 现在都没有货了 走进药局想买快筛试剂 但货架上空荡荡 只剩下卖完的包装盒 早在一周前都叫不到货 即使提前预定也没有货可以供应 之前一直知道说超前部署 可是如果说当初已经开始在讨论 要与病毒共存 我觉得快筛试剂它的推出的太慢 不只买不到试剂 网友更疯传 25号开始可以用健保卡实名制 买快筛试剂 一记一百元还附上药局清单 看起来煞有其事 但这全是假的 民众缺快筛缺得太严重 看到一个影子就感觉是好像就是真的 有开的药局电话都被打爆了 希望政府能够立刻说明什么时候实施快筛实名制 五月份在这个实名制上面 我们至少会提供五千万剂 所以基本上会有一千万人 国家队还没到各通路快筛同步缺货 连锁超市才宣布引进两万组快筛试剂 在北北鸡桃391家门时贩售 内壶店开卖一小时就完售 民政制看准快筛便宜又能自己做 胸香客医师苏玉峰甚至建议 现在等PCR报告赛报 干脆使用快筛作为认定确诊的工具 在伟阳性的花上面的人身自由 会受到一些的拘束 那我们还是要用PCR来确诊 PCR等不到 快筛买不到 实名制五月初才会上路 就怕缓不济急 就会让疫情更加失控 记者谢红卢陆欣采访报道